好 再来看最新的现场 尽管刚刚我们曾经问你连线 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他今天出庭的时候 对于是否还会再被延压 他的情绪是相当的激动 不过在刚刚我们所知道的是 这个悲情牌没有奏效 阿扁呢这个他现在裁定还压看守所 我们连线给记者吴家慧告诉大家 好的 台北地方法院最新消息 在稍早大概是11点07分的时候 蔡首逊已经裁示要陈水扁先还压 那么至于今天整个延压庭的 结果呢何怡婷还要再评议 那么至于陈水扁下一次开庭时间 则是5月12号 不过呢这个整个这个 最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呢 其实法庭里面的情绪是相当的鼓噪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提到陈水扁之前呢 是已经被送到第八法庭来休息 那么他整个呢 后来这个在律师结束了发言时间 那么要请陈水扁回到法庭上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个法警一起去把陈水扁 给带了出来 当时呢整个后面的民众 就已经有一点情绪 因为觉得陈水扁脸色发白 那么在最后蔡首逊 做出了还压的裁示的时候 整个旁听的民众 情绪相当的激动 相当鼓噪 那么在第七法庭实况 这个亲眼目睹的刘世宜呢 来告诉我们当时陈水扁的状况 以及后续的这个旁听民众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事 好的当时那个时间呢 审判长呢就先让两名律师 先把陈水扁到底要不要积压的理由 先讲清楚 在他们两个讲完之后呢 审判长蔡首逊在11点07分的时候 就说把被告带进来 在这个时候呢 陈水扁其实是已经休息了将近半个小时 不过呢 等了两分钟 陈水扁还是没有出现 在11点09分快10分的时候呢 陈水扁是在六七名的法警一起 用吓着他的这个肩膀的方式呢 把他架了进来哦 由于看起来非常的虚弱 而且他的脸色非常的苍白 走路都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呢 后面的旁听的民众 看到他这样的情形是非常的痛心哦 大喊说 怎么会这样 而且甚至还哭了出来哦 因此呢 当时呢 法庭可以说是一阵混乱哦 因此就女法警呢 就直接到这两名妇人的旁边 请他们不要再哭闹 或者是发生任何的声音 甚至请他们出去哦 不过这个时候 审判长则是专注于看 这个陈水扁他的身体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于是又再一次问陈水扁说 你的身体状况可以吗 可是我们在后面观察的情形哦 发现陈水扁哦 他坐在被告级上 是一直抖一直抖的情形哦 因此呢 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哦 而这个时候呢 他的律师郑文龙则是说 陈水扁现在的情况是 一直喘一直喘 可不可以请一个医生 来帮他看一下哦 不过审判长斟酌了一下 是认为说 那陈水扁你有没有需要 再补充的地方 或者是律师还没有需要 补充的地方来强调 到底还要不要积压的这个部分 因为今天庭还是得开完 而这个时候 陈水扁还是一个字都没有讲 而律师则表示说 他之后如果需要的话 会再以书状的方式来补充 而审判长最后就决定 就是在5月12号的时候 再来开庭 而今天的部分就先还压 而在这个时候呢 陈水扁再被罚警架起来 并且要带回这个拘留室的时候 这个路上一样 还是脸色非常的苍白 并且是没有戴着眼镜 而且还是一步一步 走得非常的慢 而后面的情绪 后面的那个旁听习的民众 情绪还是再一次更激动 而且哭喊更大声 而且刚刚在稍早的时候 还在二楼的这个法庭外的地方 是大吼大叫的情形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七法庭里面的 民众的情绪相当的激动 那么他们稍早的时候呢 也已经在整个法庭的外面 整个是直接在叫嚣 那么来替陈水扁来加油 并且是大喊司法不公 那么同一时间呢 还有在法院外面的这个民众 也是情绪相当的一个激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民众许多是把大声工 整个拿出来了 那在他们听到 这个整个还压的时候 情绪更是相当的鼓噪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 外面的一个情况 好那么蔡首逊是没有在今天 直接来做出一个评议的结果 那么不过她才是下一次 陈水扁开庭的时间是5月12号 那么其实在这之间呢 陈水扁今天原本的这个 5月份的一个积压的 倒提的预期呢 是5月的26号 其实在这之间 蔡首逊随时都可以来做出的 评议的一个结果 那么台北法院呢 有什么样一个最新的一个评议结果 我们也会随时来为您掌握 现在先将时间交还彭内主播 感谢观看